记得 一定要留下来 不然的话爸爸妈妈汇的钱就拿不到了 到时候就没钱花了 哈喽我是Sherry 我想知道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关注我哟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留学生第一次来加拿大 应该怎么样选择银行 怎么样开户 带什么文件开户 以及银行相关的注意事项 加拿大是有五大银行的 分别是 RBC加拿大皇家银行 TD道明银行 Bemo蒙特利尔银行 Scotia枫叶银行 和CIBC商业帝国银行 留学生刚来加拿大 应该怎么选择银行呢 看到有些攻略说 千万不要去图方便 只是找一个离家近 或者离学校近的银行 而是要去好选择啊什么样 我倒是不太同意这种观念 我觉得吧 留学生首先你只有十几岁 你是来留学的 你不是来赚钱的 但当然留学期间赚钱 大家都希望 只不过刚开户 肯定是以最方便 最快捷最省事为目的 那话说在前面呢 我不是这些专业人士 我只是通过我自己 和身边朋友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哪里说错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指证啊 那说这五大行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小银行 刚刚来加拿大 不管是留学生也好 新移民也好 不要去那些小银行开户 还是在五大行里面选择一个 仅仅只限于 第一次入境的学生啊 因为你入境久了 你爱选啥选啥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每一个银行对于学生账户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看重的最重要一点就是 这个银行到底在哪儿 我大学弟爷也是住宿舍的 加上刚来加拿大 又不会开车 又没有买车 你去到其他地方呢 只能通过公共交通去 那如果你要去取钱 或者是家人要汇钱来 你要去银行处理事情 最好跑到这个分行去 那我强烈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近的吧 像我呢 我就直接找了蒙特利尔银行 那这个银行也是我一直用到现在的 再次声明啊 我不是什么代言人 我也不是在B某工作 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我身边的同学们呢 绝大部分也都是在蒙特利尔银行开户的 因为我们学校里面 就有一个蒙特利尔银行的分行 这当然了 这是我们学校 你们就看你们住在哪里 或者是你们学校附近 有什么银行就可以了 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是在其他银行开户 那他们想取个钱 根本就取不了 如果你要去矿行取钱 你要给手续费 要办什么事情的话 还要搭车专门去办 那开户要带一些什么东西呢 要带你的护照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ID 那你可以把你的录取通知 还有你的学签那张纸 都一起带去银行开户 那怎么要选择账户呢 其实每一个银行 它都有就是跟学生相关的账户 很多是免月费的呀 或者月费很低的呀 有些朋友问信用卡 需不需要跟这个开户行是同一家 不需要 因为开户是涉及到留学生 要家里汇钱过来 你有时候需要去处理嘛 但是信用卡的话 你可以申请的额度 其实是很低的 我在之前呢 这个视频上也建议过大家 在国内带一张信用卡过来 要是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去赶紧看一下呀 第一次开完户之后 银行的工作人员 会给你一些文件 让你签字 让你留底 记得第一次开户的东西 一定要留下来 不然的话 爸爸妈妈汇的钱 就拿不到了 到时候就没钱花了 这一叠文件里面 是有你的银行信息 你父母在国内给你汇钱 是必须要这些信息 才能汇得了的 那我记得的信息是包括 银行的全称 银行的代码 分行的代码 分行的地址 以及你的账户号码 如果留学生 你搞不清楚的话 你就记得 那个银行哥哥姐姐 给你的那点东西 别扔 你全部把它给扫描下来 或者照下来 发给你爸妈 让你的父母去问一下 国内的银行人员 他们就知道 应该怎么样填了 因为视频时长关系 怕大家听无聊了 那下一期再跟大家讲讲 留学生第一次 入境加拿大开户的注意事项 那这些注意事项 是非常必要的 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亏大发了哟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关注我 我们明天见 拜拜